记者林彦彤台北报道,由社团法人台湾原著民族生存发展协会发起的台湾原风采已有十年历史,今年是第十一届,推出八位设计师作品参与2017台北魅力展,其中最年轻的设计师高凯玲,仅21岁,热爱服装设计的她,从刻本涂鸦,画到服装伸展台上发表其创作。 高凯玲说,从小喜爱画画,过小时期就常在课本上涂鸦,在原住民传住工作方工作的妈妈也鼓励她学习美术,所以她从小就上彩一课包含素描等课程打稳画画笛子。 不仅如此,高凯玲表示,同时有泰亚族与赛德克族协议的她,更深地发现,原住民服饰中常有多层次,多颜色的设计,且多庄重。 因此她希望,将原名元素展现的同时,也能更符合现代人的平时服装中,今年她的设计就是以泰亚族的红花纹,织布条纹为主,并搭配现代人喜爱的陋琪服饰,就更显为简单与诗穿。 高凯玲说,明年她还要再参加活动,未来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步步走向国际的伸展台,而过去曾经所学的英文也将成为她工具,帮助她将原名文化传到世界。